新政府上任快滿半年 房市政策卻滿是民怨 真心調查出爐 兩成三民眾給了及格 畢竟七成民眾 卻是死蕩總統蔡英文 三分 因為房價還是一樣很高 可是我們的薪水也沒有漲 現在比較沒有那麼及格 在賺錢難賺 要賺就是怎麼辦 在目前的一個 整個經濟比較不好的狀況之下 其實在民眾所的沒有提升 然後政府的積極在推這些 像這些加稅相關的措施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覺得是有一點造勁 慘烈的成績單 主因就在七成二民眾 反對調高房屋持有稅 九成民眾也不支持 臨時喊咖的勞務見檢 持續搖擺不定的政策方向 也讓民眾痛批失望透顶 已經在幾個邊緣 就是代表說可能還有點期待 但是說法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整個施政的方向 或者是包括閣員任命 目前都沒有看出 本來我覺得選他人對他的期待 政府的政策搖擺 其實是對國家的發展 是最不利的一個方式 有發現說 其實現在買方不進場 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是因為稅資不穩定 然後還有目前市場上的很多 就是不斷一直在講下跌下跌 全國的買賣移轉量的話 我們的估計 可能大概就是在24萬件上下 這跟歷史高點的大概50.9萬件 其實已經連一半都不到了 以居住正義之名 卻痛失民心 防止政策改革 成為眼前最棘手問題 東三財經新聞 楊明溪神域團的台北報導